首先把倒架子按上 安装位置根据自动盘安装的时候 自动自己再进行调整 首先把信头装上 擦干净 信头扫铲以及肘口 装立位置的时候 信头上有一个安装点 和肘上的安装点对应上 挪顶后面螺丝 用扳手来进行紧固 力量不用特别大 以后安装自动盘 自动盘有大盘小盘 自动盘先用合适的追套 来定位自动盘的力孔 往来利用相应的压盘 三种压盘 选择三种相应的压盘 来首先装下压盘 再把自动盘 再把自动盘 追套 以及堂皇 先装上堂皇 再把追套 装上 自动盘 把窝面朝里 再装上另外一个相应的压盘 按上调整垫 根据漏的长度 按上适当的调整垫 再加上弹性垫 弹性垫 一定要加上 以后 索尼罗姆 索尼罗姆 要看好方向 反向旋转 通过扳手 把自动盘 收紧 这就是第一种的装下方法 自动盘的装下方法 以后按上 刀具 左右刀具 根据 伸出的长短 根据盘的 长短来控制 可以 可以 应一调整 调整 刀架的 与主轴 自动盘 的位置 达到刀架的 中心 中心位置 为好 以后 调整 刀具 宽度 拉出来 自动盘装好后 把减震带 一定要装上 减震带 就是根据 自动盘的大小 愿意调整 带扣 加震带的目的 就是减少震动 减少震带的目的 就是减少震带的目的 减少震带的目的 减少震带的目的 进档 进到尺寸 多少 根据情况调整 一般在 二十个石 左右 以后挂 快挡 慢挡 根据 加工的 就是 速度 来调整 这个 进到 档位 当测试完毕以后 把那个 制动盘 推下 第二种装法 用四倍器的 装小方法 通过四倍器 有大有小 根据四倍器 装的 外采环 内采环 根据 盘的大小 来适当地 调整 外采环 和内采环 先装上 四倍器的 主轴 主轴 安装 适当地 调整垫 来把 四倍器 主轴 压死 擦干 四倍器 边缘 根据 适当地 根据 盘的孔 适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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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具的大小 来调整 按上压盘 选择 适当地 压盘 带弹簧 那种 按上 螺母 快速螺母 安装好后 利用 专用 专用扳手 来锁紧 快速螺母 这样就 利用 四倍器 来装卡的形式 基本装备完毕 车血的过程 与上 与上 都是一样 好 我 要不认 还要不认 我 要不认 一样 要不认 一样 变数 自动摄取 一定不要忘记 装 剪针带 摄取后 快速 谢谢快速练母 快速练母 以后卸卸压盘 其主轴 其适配系主轴 不用卸 这样 能够快速地加工 自动盘 也为了达到更好的精度 这是其中的一个 比较好的方法 我们这块机器 与C9372机器 基本都是一样 对于幻灵 对于幻灵 有一点 但我们 等会